新冠患者在康復之後 真的能夠完全恢復健康嗎 美國醫學會的一篇期刊研究 發現恐怕會發生長期新冠病毒 感染後症候群 目前發現最多的症狀 就是疲勞跟呼吸困難 接著就是焦慮跟憂鬱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有全身性的症狀之外 還有身心的相關問題 所以精神科醫師也建議 這些缺診者康復出院之後 家人需要多多的陪伴 才能夠減緩他們心理上的不適 醫療人員開心鼓掌 慶祝新冠確診者痊愈出院 他是花蓮賣安全帽的老闆娘 五月確診出現重症情形 經過一個月的治療 終於恢復健康 不過確診者在住院期間 不只受到生病的痛苦 就連心理也可能出現問題 這些症狀都可以伴隨到出院 美國醫學會期刊 Drama Network發表的研究指出 確診者康復出院後 可能會引發長期新冠病毒感染後症候群 症狀最多是疲勞 佔百分之四十 呼吸困難佔百分之三十六 失眠 嗅覺異常 還有焦慮百分之二十二 和憂鬱百分之十五等症狀 看出感染後身心都受影響 不過醫師也強調 不是所有人確診康復後 都會出現這些症狀 但醫師提醒 面對社會大眾 對於感染者 可能有些歧視不友善 返家後或返回職場後 或許會遭受更大的壓力 會需要心理上的調適 家人要多陪伴 才能在出院後 重使心靈舒適不掉 華視新聞 連一庭羅大偉 台北報導 他們沒有診施康復後 患者 和人們確診康復後 有心理的